当年他说他不是1962年的英军了 我当时想到他说 我说你是不是1962年 你比1962年撒养 大家最近比较关注印度方向 比较关注那个中印队指示 我是在我所有的那个厂格 包括对我们的学员里讲 我们对于印度 我们可以从这点上明显 特别是对于印度军队 他是一次没有救护的军队 我们解放军一到一家 他打入洛西德国 他的军队有什么暂行 另外这个国家 他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只有一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乱七八糟的部落 被英国殖民票给他统一在一起 形成了这么一个政治联合性 国家也没有民族 民族没有民国 没有民族国 军队没有民族 一群无核之众而已 我们到现在我们电影 也呛了个军队一个故事 我们讲一个故事其他不讲 为什么六二年我们把他打到洛西德国 你从一个故事当中就能看出来 当年我们对于印度军队当中 有四个人 打跑了印度军一个航空团 四个人打跑一个团 在世界战争上有过吗 在前天我们二十四小时揭秘了一个王牌联队 就是一个王牌人 这个王牌里呢 要集合联队 当年参加英军 继续动作北京 火烧过圆明年 这一压过台庭天国 第二次世界战争又配起英军 在全世界呢 打了很多的盘 也被印度军队视为他们的王牌 就是这么一个王牌人 对我们二十四小时全都揭秘 当时毛补一听说 这个王牌人上的军队中 说这个截特联队是干什么呢 说截特联队就这么一个类型 毛补一说 百年口齿 林彪说 把他都从地球上抹断 中国军队都是这个气派 大陆四小时就干掉了 大陆的旅长觉得活着 我说以后这个旅长讨好 我们要压解人员 就你们二十四小时就干掉我们一个人 就在世界战争时中都是少有的 他根本就没有从中国的战士 这种事情在我们战士上比比截止 我们大概都知道新闻瑜 都知道黄级光 可是我们有十个新闻瑜 有四十个黄级光啊 十五军队战士 我都从中看到我 当年他记住三大林这个专业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三大林 都知道黄级光临华分地 当时十五军队战士这么说 他们伟疾时刻 像这种爆发敌人同归一击 堵敌人枪野 像这种事情 以从普遍现象 普遍现象 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有这种情况 普遍现象呢 只有我们中国队队 当年对应时代说我们四个林 追击印度军队的过远 说说把追击那一段 前面还要打到 后面全是追击 咱们的可能性是 在追击的部分 由于高阳反应 死在这里 追击的路上 我们对四个民族在追击印度的过程当中 跑上了 四个分属不同元的队队 只站在一起 有一个副班长叫彭柯兴 咱们现在变成一个战略小组 继续想象哪 打不得就在这里 我们一定能打不得 就是往前追击的时候 发现一定有一个货病房 远路拉跑 正在攻击我们的军队 就不对 我们四个人啊 一个副班长主队 这么现在咱们兵分两路 四个人才兵分两路 两个人一路 两个人一路 其他人的印军就跑出来了 四坦步枪 攻击他一个跑出来了 结果印军面对两个方面的打击 全面会跑 结果跑得因为跑得过快 汽车拉了大话 转到乡里面去 咱们那个战士怎么记载的问题 你看出我们当时就对着气概 他说我军四个战士 遭遇数百印军 他说印军居然不缴械平常 还试图你看 于是我们我军四个战士 发授了英语的这个机会 要盖住敌人 这是什么气概 所以精神很重要 我们今天上场 我们学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要学这个精神 我们共产党一路走来 靠什么营格的势力呢 靠生存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民族 靠什么呢 靠的还是精神 所以在中宣部 2014年的一次 我们是科兴家和官的讲座当中 我是用广造中华民族的精神经科 来做我的讲座题目的 我包括今天的抗议院 我们所有的战士 都有今天的气概和的事情 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故事 前几个还不够充分 你比如说 刚才我讲到这个 长江湖 大家都知道 上江湖 上江湖在这边 学与火的一场战役 但是我们的长江湖 有一场战役 兵与学术战役 我们穿插敌人的 穿插敌过的一直不对 我先讲一下穿插 穿插是我们陆军的一个拿手长下 包括上海打印度也是穿插 所以印度军队大家不用担心 今天不是我一边的主题 跟他打起来 任何人打印度军队 得他的结果只有一个 落花了一手